盤插到一半 沒想到對方騎車一直跑一直跑 只見袁警緊抓著他 雙方糾纏一起 還撞上要轉彎的休旅車 差點被輾到 但嫌犯下一刻起身 繼續催油門 騎車要跑 袁警也不放棄 抓著龍頭 沒想到慘遭拖刑 民眾趕緊上前幫忙逮捕嫌犯 沒有停下 又開始用頭 又掉頭 就衝到前面去 就撞到一個腳踏 那邊要拖刑 然後把他用到脖子 用住意思拖拖到那裡 後來被人叫大家 很多人去幫忙當 前面當時是邊抽煙邊騎車 遭到袁警盤查 沒有想法因為貫欠車們 想要落跑 袁警趴在龍頭上 企圖阻擋 沒想到慘到拖刑100多公尺 事發在台北市萬華 猛假夜市入口 這個月14號晚上 正式假日人多時刻 當時袁警先是因為違規盤查 沒想到對方開始落跑 撞上休旅車 又拖刑袁警100多公尺 奏成袁警手腳挫傷 連褲子也遭脫撕裂 好在假日夜市熱心民眾不少 趕忙上去支援 就袁警逮捕嫌犯 被逮的狼狽模樣 他就是拖刑袁警的 靈性嫌犯 因為貫切身份 怕被發現才會落跑 沒想到還多加一條 妨害公務罪 甚至撞上休旅車 還得賠償 其實這個區域是龍山寺 蒙甲夜市公園交叉口 每到假日觀光客人潮多 是萬華警方重點巡邏區域 每個小時都會安排 遠景加強盤查 但沒想到這一問慘遭拖刑 只差一點點就被撵過 警匪追逐 好險沒有殃及無辜路人 但警察的英勇行為 民眾全看在眼裡 記者陳子芬李湘怡 台北採訪報導